Hello!各位家长和小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可能是第一次或者灾丝利临我们姚中有教学院呈现的居家学童系列亲子学习课堂 今天来到今星期的第二集,就是COVID幼儿狐狸的下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围绕于疫情之下预学维持家长和幼儿的心理健康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Ms.Briella,陈老师,我是姚学员的一位老师 今天不仅只有我,在我身边还有另一位老师,Ms.Kalista,王老师 欢迎王老师! Hello! 谢谢陈老师! Hello!各位家长小朋友,各位五岸! 今天会由我王老师Ms.Kalista 去跟大家讲解一下在疫情下我们如何维持家长和幼儿的心理健康 好了,在讲这个这么长大的课题之前,王老师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吃了午饭没有? 吃了是不是? 非常之好! 好了,我们这个活动开始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大家做个小小的问卷调查 我想问一下家长和小朋友你们的开心指数是多少? 家长,我们不如拿起我们的手提电话,去掃这个QR Code 可以登入,然后告诉王老师你们和小朋友有多开心 如果一分的话,是最低分,最不开心 如果十分的话,是最开心的意思 好了,王老师很期待我们今天会有多少家长保持了一个开心的指数 而多少可能需要一些提示去帮助我们排解我们的情绪 没错,各位家长,现在快点趁机会 拿起手上的手机,我们可以打开这个摄影功能 数一数这个QR Code 然后按进去里面,投一下究竟你和小朋友的开心指数是多少? 我给大家一点点时间 王老师,其实同时间在家长做投票的这个过程 我也很想知道家长会有什么原因 令到他们投得高些分数的 有什么原因令到他们投得低些分数的? 家长可以利用聊天室这个功能 打进去告诉我们当中的一些原因 谢谢 好了,我现在再放多大概十秒 家长快点把握机会 数一数这个QR Code 告诉我们 王老师看到有家长提出说他们不能批评 不要紧,我们也可以在聊天室里 告诉王老师你的分数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的 好了,陈老师,不如我们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去公开我们今天 这个二百多位家长小朋友的投票结果了,好吗? 不知道今天呢,我们家长小朋友的心理状态是如何呢? 可以啊,没问题 王老师,给一点点时间 因为我看到投票的人数也更多 而且很激烈 所以我要重新一下 看看最准确的最终的结果是多少 没问题的 咦,王老师看到了 哇 陈老师,王老师想问 我们今天最多家长投票的分数是多少 看看先,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会有113票 那家长是非常热烈的 那我们现在呢 站起来的 咦,其实不差啊 我看到在十分是非常多人头的 没错啊 而有位家长说 原来按一分的那位小朋友 是按错了 但是不要紧的 王老师看到有些家长 我们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心理状态 是不是? 但是同时有些分数也偏低 黄老师也想了解一下 有什么原因令你们不开心呢? 请问 又或者是家长都可以和我分享一下 有什么原因令你们开心呢? 让我看看 我又看到 有些家长 先看看 好 那其实呢 无论我们是多少分都好 老师也想和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心理健康 就算开心的时候 还是不开心的时候 我们都必须维系的 你说是不是呢? 陈老师 没错 我看到呢 可能呢 有些小朋友呢 可能都比较大反应 我看到很多 零零零零零 是不是 不知道是不是小朋友 向我们表达的意见呢? 是零分 还有呢 我看到了 有家长回应 马上回应 他说 那些小朋友呢 他们呢 就很 那个自尊心 自尊心 自信心呢 非常之低 在我们疫情呢 要留在家里的时候 还有有些家长说 不能外出 才是最大的原因 那好了 我们呢 继续继续 在看你的留言的同时 我也很想和黄老师谈谈 那么多环境因素 影响到我们的心情 快乐指数 那我知道呢 其实跟我们的心理健康 都有些关系的 那心理健康呢 我知道你今天呢 会和我们分享 三大主题 那当中其中一个呢 就是 例如饮食习惯 会令我们开心一点 例如呢 家人之间 一个家庭里面 我们要保持着 有质素的 一个相处时间 还有 第三个点呢 就是说 原来我们呢 可以呢 有些新技能 去学习一下 刺激一下小朋友的小脑袋 是不是呢? 王老师 没错啊 就是今天呢 我们围绕着这三个大方向去说 那首先让王老师说一下 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运动与健康饮食 相信很多家长都知道 当然运动和健康饮食 是帮助到我们的心理 去变得更加开心 但是其实 为什么运动这么有帮助呢? 因为运动的时候呢 我们大佬会释放一种 叫做安多芬 那什么是安多芬呢? 安多芬呢? 就是大佬 传递给我们的一个讯息 去令我们 有更多开心的能量 所以呢 老师会建议 各位家长小朋友 我们无论 在外面还是里面 都不要忘记 保持运动的习惯 每天 就最少做三十分钟的运动 就可以帮小朋友 传递到更多开心的能量了 其实坊间有很多不同的平台 又或者一些搜寻的一些程式 其实都有很多免费途径 可以让小朋友看到一些 运动的片段 例如有些喜欢跳舞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跳舞的片段 有些喜欢瑜伽 甚至乎一些定点式的运动 都有很多的 那家长不妨我们参考一下这些途径 然后让小朋友做多些运动 那好吧 说到健康饮食 王老师当然不会叫家长小朋友 吃多些绿色蔬菜 那么简单 王老师想和大家介绍一些小小的活动 就是和爸爸妈妈一起煮食 有没有小朋友试过呢? 其实呢 家长和小朋友一起煮食 可以给到多些 全部不同的感官体验小朋友 去探索一种食物 因为王老师知道 家长很多时候花了很多爱心去煮食 是不是? 那完成的成品 已经是一个很香 很好味的食物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小朋友不会知道 食物的原貌是什么 以及它本来的味道 又是怎样呢? 因为我们加了不同的调味 已经影响了食物的本质了 所以如果小朋友 多些机会探索的时候 他们无论 看到小朋友 看到食物的外面 里面 认识到它的种类 还是当做的过程中 偷吃一点 又可以试到食物本质的味道呢? 是啊 多谢王老师 我听到你说的一些饮食心得 同时我也想回应一下聊天室的家长 因为我看到他们 都回馈很多意见给我们 就是说原来刚才 为什么他们这么开心的原因 是因为 虽然工作从家 大家没什么空间 也都不定时地工作 但是原来很多爸爸妈妈 都说其实挺开心的 因为多了时间 和家人 和小朋友去相处 或者我又问一下王老师 既然我们成家人 都为了安全 留在家里 会不会有一些饮食的小活动 合成家人一起做的呢? 当然有了 王老师今天准备了 四张很漂亮的照片 我想邀请家长小朋友 我们靠近这个电脑 看看 哇 我看到右上角 有没有小朋友 可以告诉王老师 这个是什么 是什么 还是 这个是什么 有没有小朋友知道 是一个小鸡 我们不如右上角 右下角 这张照片 我看到一只 黄色头发的 然后会 哇 是什么 有没有小朋友 可以告诉王老师 没错 这是一只 狮子 原来我们看到 图片里面有很多 可能是水果 可能是蔬菜 没错 那位小朋友都猜中了 有些小朋友 还看到angry bird 对吗 其实我们用一些很简单的食材 就已经可以给小朋友 去制作一个这么精美的 可能是角色 又或者是一幅画 都可以 好了 王老师又想问一下你们 虽然我准备了几种动物 但我知道 现在小朋友 有很喜欢的角色 又或者很喜欢的人物 对吗 有没有小朋友 可以和王老师分享一下 让我猜一下 以前有很多小朋友 和王老师分享过 他们喜欢陪陪着pepper pig 有没有喜欢的小朋友 有没有喜欢的小朋友 我们可以按那个 Emoji按钮 举手 又或者有没有小朋友 喜欢pj mark 都有的 是不是 相信 我看到家长们 都帮小朋友 表达了很多 很有创意的回应 或者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说 有些小朋友看到 有孔雀 有lion 有狮子 angry bird bunny 可能有兔子 期待你更加更加多的分享 和我们告诉我 pony 王老师有没有机会 弄到这类型的卡通公仔 用食物 当然有 但是王老师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反而王老师 将这个小朋友 交给你们 你们试试有什么颜色的食材 和pony的颜色一样 然后我们去拼拼 然后看看 做到一幅什么的画 都可以分享给王老师看 非常之好 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回应 关于你们自己喜欢的 一些卡通角色 或者一些小小的人物 希望家长和小朋友 发挥这个创意 记得用多些不同的食材 食物 去拼拼一下这些 这么精美的 一些 午餐的小饭盒出来 王老师又刚刚 除了我们知道了 现在 饮食 都已经是一个 很好的家庭活动之外 有没有一些活动 可以是关于整个家庭 有一些美好的时光 怎样去度过 现在我们疫情这么困难 怎样去令到我们 心理感觉良好些呢 绝对是有的 让我们一起看一下 下面这个视频 其实呢 王老师准备了几项活动 全部我们都可以看到 围绕着一个互动式的活动 例如有些什么呢 可能我们可以玩Bot Game 可能我们可以一起 阅读图书 甚至乎可以一起做瑜伽 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妈妈或者爸爸 很喜欢做瑜伽的 王老师知道 瑜伽在香港 越来越盛行 有很多家长 告诉我 他们的me time 他们自己的休息时间 就是做瑜伽的 但是我们又有没有想过 其实可以邀请小朋友 和我们一起做呢 小朋友 因为他们还在发育的阶段 他们的根骨是非常柔软的 甚至乎可能做得更好 我们爸爸妈妈 所以我们不妨带小朋友 来一起做 可能可以发掘到 他们新的专场 或者新的兴趣 但是呢 当我们在做任何这些活动之前 王老师有一个小提示想 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在相处的过程里面 老师想建议我们去放下 手机面对面和小朋友交谈 虽然我们现在变成在家里工作 很多时候都要拿着手机去回复信息 又或者工作内容等等 但是呢 当小朋友过来找我们的时候 如果我们拿着电话 难免会令他们觉得自己被人忽略了 又或者少了那个关注 其实呢 小朋友成长阶段很需要我们父母 又或者老师的爱 所以呢 我们不妨定立一个时间 可以是早上 可以是夜晚 任何你方便的时候 那小朋友都知道 哪一个时间 哪一个时光 是专属于你和他的 那也不会在工作的时候打扰我们 而且呢 在上一堂里面 王老师收集了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就是有小朋友反映 不喜欢再上学 为什么呢 因为他经常一天 无论早上还是下午 都在上网课 所以令到他觉得 这件事已经很悶了 不想再参加 其实呢 老师是很理解的 小朋友发育阶段呢 很需要运动 对吗 很需要很多不同的社交 去扩阔他们的生活 和他们的世界 但是呢 如果只有一部平板电脑 对他们来说一定很闷 我们不妨加入一些 开心一点的元素 我们有没有想过 可以打给同学仔 可不可以打给我们的亲戚朋友 去和他们聊一下 交流一下呢 其实用一些不同的方法 加入多些开心的元素 都可以帮小朋友 改变他们对Zoom 一些不好的印象 是呀 谢谢黄老师 有一个重点 我很同意的 就是呢 我们呢 现在work from home 的家人呢 长期在家 简单来说 长期对着电脑 长期对着手机 记得了 小朋友找你的时候 我们呢 真的呢 放下电话 跟他们呢 聊一分钟 也好嘛 那另外呢 刚才黄老师呢 说了很多一些 亲子活动 可以做的事情 我也很想 集思广益 看看家长 可不可以在聊天室 那里回应一下我们 除了刚刚呢 黄老师说过的一些 Bord Game 游戏 阅读图书 以及做瑜伽之外呢 各位家长 不同的家庭 你们是怎样呢 利用这些亲子时间 做些什么活动呢 不如呢 各位家长 利用这个平台呢 我们分享一下 一些提示给大家 还有最后呢 刚刚黄老师说得很对了 Zoom 这个功能 是不是只是上课呢 不一定的 我们呢 现在疫情底下 真的没有得去旅行 没有得去其他国家 探望我们的亲戚朋友 那呢 Zoom 这个功能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渠道 去帮助我们呢 接近回 我们的亲人了 咦 我开始看到呢 越来越多的 活动提议了 家长反应 非常之热 黄老师 看见有很多 喜欢做艺术作品的小朋友 是不是呀 黄老师今天 都有一个艺术作品的活动 但是我先买个关子 一会儿再和你们去分享 但是有很多家长 你们的活动非常之丰富 可能比黄老师更丰富 准备了 我见到啊 我见到呢 有画画 做小实验 一起做家务 就轻轻地拥抱一下 做一些角色扮演 在家里 还有呢 都是围绕着一些 美术 一些小画作 小手工 唱歌 跳舞 也可以 甚至是做一些 stamp的 一些实验 都可以的 暂时呢 就多谢各位 家长 很多很多 很热烈的反应 多谢你们 另外就是 我知道 第三个要点了 黄老师 就是我们要鼓励小朋友 去学多些新技能 新知识 去刺激一下他们的小脑袋 其实 学新技能和优移发展的关系是什么 可不可以和各位家长说一下呢? 这条问题非常之好 让黄老师和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小朋友需要学习新的技能 以及每天面对一些新的挑战 因为小朋友0至6岁 是他们大脑发展的最佳年龄 在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位神经学家 戴蒙先生 他在1998年 分享过一个理论 就是说 小朋友10岁之前 是他们大脑发展最快速 最好的年纪 好了 黄老师将大脑的发展 比喻为一个蜘蛛网 好吗? 如果我今天玩了一些活动 是刺激到我去想多些东西 那我的蜘蛛网爬得更远 然后我玩了一个活动 又或者学习一个新的语言 又爬得更远 我们的蜘蛛网是否越爬越大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 巨刺激性的活动 帮小朋友抗拨我们大脑的发展空间 但是如果我们不继续去发展 会怎样? 可能我们大脑的使用空间 活得很小很小一个 错过了最佳发展年纪 那可能某程度上 都会影响到小朋友的大脑发展 好了,还有其他原因 为什么要学习新的技能 因为可以帮助小朋友 去自主探索和思考 好了,说到自主 什么叫自主呢? 其实在香港主流的教育下 很多时候都是老师教我们一样 然后我们去学习 我们去吸收 又或者小学的时候 有没有试过背诵很多不同的文章 没错 其实当然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里 学习到很多知识 但是其实会形成了小朋友很依赖 就会变成我们不停地 老师教他一样东西 他去学习 其实学习是一个很长远的路 如果久而久之 小朋友不停地维持着 在这个习惯底下 很容易就会变成大个有问题的时候 就会去问大人如何做 就变成了很依赖 缺乏了那个独立性 其实自主不是一朝一夕的 所以只要透过我们每日 学习新的技能 去刺激小朋友学习的欲望 就可以帮到他们了 去到最后 小朋友的思维模式 固定型的意思就是 小朋友可能知道面对困难 嗯,其实放弃有时候 可能会比较快 是不是? 因为解决问题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要处理 所以就会变得容易逃避问题 但是成长型就不同了 它会比较勇于面对困难 勇于面对挑战 就像我们玩积木的时候 积木倒下了 然后可能会变成它 又要重新来过 很累 是不是?小朋友 但是不是 因为我们玩一样 我们喜欢做的东西 就不同了 我们可以再上司 再挑战 其实这些游戏 王老师也想介绍给大家 一些认知卡 甚至一些开放式的积木 但是王老师今天 最想介绍的一项活动 是找不同的 找不同 有什么好玩呢? 可以帮助到小朋友 训练他们的观察力 以及小朋友的专注力 之余 还有一件事 就是如果家长 觉得小朋友 常常面对着屏幕 可能有双眼睛 是不是? 都知道很多课要上 那不如我们试试 另一个方法 记不记得上次 Mr Esther说 我们可以在一个小朋友的地方 设立一个拘角 让他们自由探索 自由去玩 我们不妨给小朋友 开始之前 拍一张照 然后小朋友 玩完了 我们再拍一张照 我们透过这个方法 进行一个找不同的游戏 有什么好玩呢? 因为可以帮助到小朋友 无论是 获得找不同的好处 还可以帮助到他们 养成收拾的习惯 不知道家长们 你们又喜欢这一项活动呢? 我觉得很好 刚刚黄老师推介的一些活动 都是其实不断帮小朋友 每一天去累积的一些新经验 新体验 对不对? 从而通过无论是玩的过程 他们去刺激一下他们的小脑袋 去动一下 靈活一点 我除了看到这些不同的玩法 游戏的一些例子之外 黄老师说了这么久 家长都吸收了很多不同的新知识 让小朋友多个机会在家里 锻炼一下这些新技能之外 我们现在 譬如一整天下来 小朋友上网课 家长又要挂着work from home 其实一家人 有没有实际的活动 可以趁这个机会 接着你去学习 让我们的心境平静下来 绝对有的 所以今天黄老师准备了一个音乐活动 叫做正念音乐 是一个音乐的疗法 如果家长可能会说 正念音乐是否冥想 绝对不是 让黄老师说一下 正念音乐有什么好 他除了可以帮助我们在压力下 去掌握自己的情绪 去理解自己的感受之外 还可以帮助我们 对抗一些负面的情绪 甚至乎有研究画 正念音乐可以帮助小朋友提升 专注力 好了 其实什么是正念音乐呢? 我们除了听这个音乐之外 还有一些事情要做的 所以黄老师 现在想邀请各位小朋友 可否跟着我一起做一个呼吸练习呢? 我们很简单 要用鼻子大力吸气 再用嘴巴呼气 我们可以一起练习一次? 我们一起试一次 鼻子吸气 非常好 嘴巴大力呼出来 呼 能不能做到吗? 我们一起练习一次 鼻子吸气 然后嘴巴呼 呼 呼 非常好 这个活动 我们要保持着刚刚练习的呼吸法之余 还有少少的动作要做 不如我们现在 举高你的雙手 或者伸出去 嘴巴摇防一下 会不会打到家事? 会不会旁边有人 可能会伤害到人? 我们找一个空旷的位置 和一个舒服的位置 那就可以了 可以是你的梳化 可以是你的床 甚至乎你现在这个位置 没有问题 任何地方都可以 一会儿 影片播放的时候 因为老师想小朋友 专注聆听音乐 所以黄老师现在想讲解一下 影片会做些什么 一会儿我们会看到 两个雲 两个雲出来了 其实我们要帮那个雲 拿它的颜色 和我们一起 举高手 一起画一个大彩虹 小朋友 有没有问题? 我们不如试试 看看 手放在两边的雲 对 然后我们怎么画彩虹? 大大的搬圆 举直我们的手 非常好 然后慢慢 慢慢 放回我们的手 但是当中的过程 千万不要忘记 保持我们刚刚的呼吸 有没有问题? 我相信小朋友都可以做得很好 家长都可以帮忙 从旁协助一下 如果我们准备好的话 麻烦陈老师 我们可以开始了 好了 我们一起进入去 这个音乐小世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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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小朋友听完之后 觉得很开心 多谢各位家长 那么踊跃的回应 家长还叫我们深深呼吸 有很多笑脸 有很多笑脸 还有有很多很正面的回应 非常之好 好想待会结束我们的课堂 做完整个滑彩虹的练习 小朋友也觉得很开心 小朋友也觉得很开心 也当音乐 音乐这个元素很重要 音乐响起的时候 可以捉到小朋友的一个专注力 好 多谢家长 也立即有一个成效告诉我们 我们也很开心这个练习 王老师帮到大家 除了刚刚这个正下来的呼吸 王老师 家长们有时都很头疼 现在在家 除了小朋友 可能有自己的日程 爸爸妈妈自己 工作从家又有自己的日程 然后大家可能中午又很赶 吃个午饭 那些时间表乱了大龙 你会不会有些活动 或者建议给家长呢 我们在暖世大龙的时间表 可以如何重整我们的日程 绝对有的 王老师今天想建议的一个活动 就是和小朋友一起去设立 我们每天的日程表 那好了 为什么要设立日程表呢 相信有些爸爸妈妈都知道 无论是学前班 幼稚园 小学中学 甚至乎大学 都有属于他们一套的日程表 是不是呢 那日程表 为什么无论什么年纪的小朋友都需要 因为呢 当小朋友一个清晰的目标的时候 可以帮助到他们 由方向去努力之余 还可以训练到小朋友的 志力和积极 还可以建立一个时间观念 令到小朋友知道 他每一天需要做些什么 那么其实这个活动 我们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去计划 那好了 王老师今天也准备了一个小道具 看不见到呢 王老师很简单的 我用一些回收物料 一个纸皮 然后简单单的做一个装饰 漂亮不漂亮呢 我相信有些小朋友 受工艺可以比王老师更好 刚刚说喜欢做一些写程 一些浪漫的家长小朋友 不妨我们都去设计一个 我们的日程表 好吗 那好了 我叫我日程表 为什么这么空呢 我想问一下家长小朋友 你们平日最喜欢做些什么 可不可以留言区 告诉王老师 让我知道你们的日程表里面 需要有些什么 有没有小朋友 很喜欢王老师 刚刚的呼吸练习 我觉得我要做这个呼吸练习的 有没有的 我们可以用一个举手的公仔 又或者任何公仔示意我 又或者有没有小朋友很喜欢 睡觉啊 我相信睡觉这么重要的休息活动 小朋友一定很喜欢 有小朋友喜欢睡觉和玩游戏 是不是 非常之好 刚刚呢 王老师今天都准备了 我们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去画 他们需要做的日程 然后贴上去我们的日程表里 好了 除了睡觉 王老师看看还有什么 哦 还有Jumping 需要一些运动 是不是 还需要画画 哇 我们的日程很丰富啊 各位家长 好了 那我们可以每天和小朋友 去订立他们的日程表 令到他们知道 他们每天需要做些什么 那小过的小朋友 王老师会建议 我们用画图的模式 可以增加小朋友对图像认知的概念 那大过的小朋友应该是什么 他们开始懂得一些字 懂得写字 那么我们可以加入一个字 加入活动的名称 放在这里给小朋友 学习一个语言的发展 认知能力 再大过的 王老师刚刚说 要学习时间观念的时候 不妨写特定的时间 哪个时段要做些什么 这样小朋友可以有一个很完整 很清晰的概念 那好了 说完小朋友要有他的日程 其实呢 我还想说多个 介绍家长 我们都要有我们的日程 当然啦 王老师知道 家长我们呢 有很充足的了解 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 和都可以安排得很好 那还做个日程来做什么 王老师 其实是给小朋友去看的 因为呢 相信下午 爸爸妈妈工作的时候 可能小朋友不理解 就会不停地 鸽鸽鸽鸽 进来敲门找你 甚至乎会需要你去陪他 那我们呢 当有一个清晰的日程表之后 小朋友知道 这个时段 是我玩的时间 而同一个时段 是妈妈的工作时间 又在于小朋友 去理解到 每个人都有他的空间 和他的东西要做 学习 尊重彼此的空间之余 家长还可以 完成个日程表 去做一个好榜样 给小朋友 跟着你去学习 王老师 我很喜欢你这个日程表的概念 因为呢 除了呢 是用一些环保物料 我知道 现在呢 大家都会网购 送了些纸皮箱 回来呢 可以清洁了 消毒了 可以拿去做 我们刚刚说的 家庭日程表 的一个底纸的部分 还有呢 有别于呢 我们平时呢 可能只会想 不如做个日程表 给小朋友 这个日程表呢 不单止这么简单 是前面小朋友 后面呢 是家人的一个日程表 同时呢 我看到呢 有很多呢 家长呢 都提供了很多 他们一个家庭 他们自己家庭呢 每一天呢 必需要的 一些的 一个活动 有些说是TV time 一起看电视 一起跳舞 一起读图书 一起画画 是非常之开心 亦都可以帮到他们很多 那好了 刚刚呢 多谢黄老师呢 分享了两个小活动 第一个是用这个音乐 呼吸的一个练习 第二个呢 是叫做家庭日程表 让小朋友呢 和家人呢 有一个呢 概念呢 让一知道其实我们在家呢 都可以跟着时间表呢 去好好地 规划一天下来的东西 那现在呢 来到呢 深信呢 很多家长呢 还会有很多问题 想问一下黄老师 想请教一下他 那呢 现在我们即将呢 就会开始这个 Q&A的问答环节了 那如果家长呢 有任何的问题呢 欢迎你们慢慢打字 去到这个聊天室 让我们知道你的问题 待会呢 我们呢 都会筛选呢 如果大家有类似的题目呢 我们都会筛选 然后呢 问一问黄老师 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建议给我们的 那或者呢 让我呢 开始第一条问题先 我很想追问 追问下去先的 就是呢 刚刚说到呢 那个 既然呢 那个时间表 那么好用 但是 有些家长就说 时间表设定了就是这样 那些小朋友呢 不肯跟哦 那黄老师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没错啊 我相信呢 这个呢 是一个大家都会面对到的问题 无论大人还是小朋友 黄老师很理解的 所以呢 我会建议家长小朋友 我们由一个活动开始入手 而那一个活动呢 还要是小朋友喜欢的活动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呢 当我们呢 如果呢 我知道每天要做温动 每天要玩 每天要吃东西 每天还要上課 哇 听起来很多事情做 是不是呢 然后小朋友呢 从来都没有跟过日程表 又或者太久没有上学了 不习惯 变成这么多事情要去做 他们是不是很容易无所适从啊 没错啊 所以我们不如由一个开始 那当小朋友完成他喜欢的活动之后 我们要做些什么 当然是给一个大大的赞赏 或者一个鼓励他们呢 无论是我们家长口头上的鼓励 还是家长一个爱的拥抱 其实对小朋友来说都很重要的 可以帮助到他们呢 去获得家长给他们的鼓励 和变得开始有成功感了 愿意更加努力去做 那好了 当小朋友呢 重复了几天都去做到那天的目标之后 不如我们加第二个活动吧 加第三个活动 慢慢去令到小朋友适应 而且越做越多 那相信这个方法呢 都可以帮到小朋友 重新学习去做一个 去follow一个日程表的哦 多谢黄老师 那我知道呢 万事就起头难了 老土地说一句 但是呢 我很喜欢呢 你的概念就是说 其实我们呢 只要做到一样 起了个头 做到一样就算呢 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任务呢 我们完成了今天第一天 第一天 完成了第一样 第二天呢 就可以重复 可能都是只是做一样而已 或者呢 第三天了 变成做到两样哦 这样呢 慢慢去累积呢 小朋友呢 和家长呢 有个成功感之后呢 就会辞之以恨地 越做越多了 是不是呢 嗯 那好 谢谢黄老师先 那呢 我呢 暂时呢 看到有些家长呢 他们呢 都对刚才那个呼吸练习呢 都很喜欢哦 那他又想追猛黄老师多一点点了 除了呢 刚才那个滑彩虹练习之外 有没有呢 多些正念音乐的网站可以推介啊 或者是 我们在网站平台上面呢 输入些什么搜寻字眼呢 会找到刚才黄老师推介的那些小练习的呢 绝对有的 其实呢 黄老师呢 没有去特别一个什么网站的 我只是打了一些关键字眼 就是正念音乐 又或者用英文 Mindfulness Music 那其实呢 都可以搜寻到很多不同形式的哦 有些呢 是看着气球 训练小朋友眼睛的专注力 跟着那个气球动动 有些音乐呢 就像刚刚那样 可能去画一些图案啦 其实都是帮助小朋友 听一些轻松的音乐的时候 练习他们的呼吸之余 做一些动作 去帮他们放松的 那所以呢 家长不妨试一下 我们用这个正念音乐的字眼 去一些各大不同搜寻的平台 我们去搜寻一下 有很多很多的选择的 又或者你看到有什么更好的片段 都可以和黄老师分享 我再介绍一下给其他家长的哦 嗯 没错啦 那黄老师呢 刚才呢 就推介了那个搜寻字眼 记得呢 就是这个正念音乐 或者呢 我们可以搜寻一下 义童 是不是呢 就会赚出很多呢 有关于小朋友的一些 和家长 一起在家里 家庭式一起做到的活动 那另外呢 另一位呢 家长就问了哦 那可能呢 刚才都没听清楚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那个 怎样为之一个cycle 就是譬如呢 我们呢 草耳了一个 日程表出来啦 要维持多少日啊 同一个任务 要多少日 跟着再加上去呢 那些小朋友呢 才会处理到呢 黄老师 嗯 没错啊 其实呢 如果我们有一个日数的概念 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都可以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想一下 有什么固定的小朋友做 而有些什么 又是选项 一些option 小朋友呢 可以自由选择的呢 例如 黄老师会建议 家长小朋友 每日要维持健康飲食 每日要做适当的运动 和足够的休息 那我们呢 就可以将这三项 变成必须 就好像家长说的 那至少维持21日 这个说法 黄老师也听过的 人只要重复做一件事 超过21日 就会变成我们的习惯 甚至是潜言密化 入了我们的脑袋里 是不是呢 没错啊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给小朋友 有一些松动一点的空间 我们让他们设立 一个月的目标 好吗 将我们呢 家长和小朋友 定义了 必须要做的事 为之那些必须选项 到有些可能 小朋友偶尔互想玩一下 又或者有些什么其他活动 就变成一些富行 再去加上去 那希望呢 都可以帮到家长小朋友 去定立一个好点的目标 和持之以行去做 明白啊 黄老师 即是说呢 某些任务 譬如饮食 我们每一天都会做的 那这些项目呢 我们就会留下 是吧 譬如呢 如果我们逢一三五呢 是做些小运动呢 那倒转了 二四呢 又可以做些可能 艺术的小手工的活动 这样 卡拉住 是吧 每天呢 试一下呢 有少少的任务做起了 那暂时呢 我们呢 都多谢呢 家长刚才呢 踊跃的问题 亦都呢 多谢呢 王老师为我们的解答 哦 那好了 现在呢 陈老师呢 就有一些很有用的资源都想分享给大家 那如果你今天呢 都喜欢我们呢 的讲座的内容啦 亦都想跟我们 保持联络的话呢 可以呢 加入我们的Facebook专页啦 就是Permilla Park Discovery Space 是我们呢 要学员的一个Facebook专页 当中呢 里面呢 除了有要学员的资讯啦 还有呢 一些呢 非常之好用的一些影片哦 譬如呢 你见到我们有这个叫做 Play at Home Series 会教呢 大家做一些小运动 怎样呢 可以利用呢 家中有的材料 就做到 非常之简单 非常之方便 另外啦 除了今天之外了 好想好想呢 和家长呢 分享一下 就是下星期 我们呢 都会有两节的 分别呢 是星期二 和星期五 同一个时间 两点钟 下星期呢 是什么主题呢 我想呢 是非常之 我们叫做Hot Topic 这个 大家呢 各位家长都很喜欢 甚至呢 想再学多些的 就是我们的Steam 是的 Steam的课程 究竟 是一些科学概念 一些科技工程 还是艺术 还是艺术 还是数学 还是整个元素 都是Stam的统称呢 那么呢 我们记得 记得要呢 不要 不要 我记得呢 大家一定要来 星期二的两点钟 和星期五的两点钟 来参与啦 那好了 另外呢 都想呢 告诉大家 我们耀中幼教学院呢 亦都有不同的持续 及专业进修课程的 那譬如你看一下 左手面 我们就会有一个 应有而照顾证书 课程 预备了给大家 四月课程就会招新的 那如果家长呢 有兴趣想知道多些 有没有多些课程的内容啊 亦都可以呢 拿起手机 数一数 这个QR Code 那呢 及时呢 跟进一下 看看我们有些什么 不同的课程 推介给大家 那到最后啦 和我们保持联络 那你可以呢 follow我们的Facebook专业 YCC ECEHK 或者是我们的Instagram 就会呢 看到呢 遥中有教学院 不同的一些 分享啦 活动啦 Whatshap啦 讲座 准备给大家的 那到最后啦 今天呢 我也很感谢 黄老师为我们分享了一个 幼儿和家庭的一些 心理活动小提议的 那呢 那呢 我们呢 也都呢 非常之呢 想各位家长 可以呢 帮忙 掃一掃这个QR Code 给我们一些意见 究竟 我们呢 今次的课堂 内容呢 会不会太深 太浅啊 或者呢 那个长度呢 会不会太长 或者太短 甚至乎啦 会不会呢 想我们呢 下次呢 加插些什么内容 什么题材 你们呢 是会想知道多些的 都可以呢 通过这个QR Code 给我们更多的意见 那呢 或者呢 下次呢 就会呢 由你心目中想要的课题 介绍给你们的啦 那今天 暂时是这么多 多谢大家呢 参与我们呢 这个COVID-19 幼儿发展的系列 广告 多谢大家 我们呢 期待下星期见到你们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